譬如昨天美市廣告夾上来 也是靠科技和内房都比较强 内房刚才你说了 现在传有很多政策似乎是想松一点 或者是想慢慢缓解整个内房的证换危机 当然不是说一时三晚立刻解决 但我都觉得有机会最坏时间 其实慢慢过去了 因为你见到今年又回来这一刻 到现在为止 其实内地对内房的政策是松了 比去年四季没那么紧 这个都会慢慢好一点的现象 而科技也是 其实也都是说农历年假之前 其实都约谈过一些科网的巨企 都给大家一个讯号 这个行业也是会有法治的 当然有些规管在这里 但起码看法上说 或者是方向上看 比去年可能最严重的那一刻 不断有些规管、罚款、监管 来得也是松了一点 所以我想现在来这一刻 在政策层面上说 个别的白银块 不要特别在拿着 或者是有些什么监管收紧的时间 其实港股不会因为这些因素 有很大的一个下跌空间 那暂时来说 当然了 两万五边昨天就开市 那一刻见完之后就下回来了 那之后就算美市升也好 都还没上回去 但是其实格局上 都有少少是一步一步 是慢慢向上推的情况 因为今年的高位 其实已经高过上月21的高位 所以我想未来我真的能够 继续站稳在两万五楼上的 其实一步一步去走的话 有些机会 其实慢慢往回 大概二万五千六至二万五千七 这些水平附近 但是当然了 我想未只要是大升格局那一只 始终刚才提了很多不同因素 随时都有机会有些变化 但是港股看法 会是乐观一点的 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 继续看上去先